赛场要对阵的京东下路 跟他们打是有压力的 因为他们刚从MSI夺冠完回来 但还是想以挑战者的姿态去赢下他们 具体一点的话是从对线的一些失误 就是从在玩法上面就是争取不要贪现 然后打法更加团队一点 跟着资源点去走 我觉得我这个赛季的小目标就是线杀搜的下路 加油 我们AL是最强的 下一场对战AL战队 虽然他们战绩不是很好 但是感觉比赛内容是非常 非常就是有冲劲吧 然后对战他们的话 我们也是要小心 我觉得AL下路风格的话 因为他们两个也是比较新人吧 然后就还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我们就是打扰自己的就可以 新组场氛围的话就是特别好吧 然后组场整体也是非常棒 然后想对之后来 我们组场的客战们说就是 不会让你们进采访间的 此前这种大合玩都还不错 只是说这个赛季确实 相对来说更强的还是 厄斐流斯这种英雄 但问题是你得考虑 打米流最好的就是机器人 对就是你得考虑给他搭一个好打线的英雄 那这样机器人拿下 那另一边谁也所谓也没什么问题 是 那这样的话 耐的是选用中单酒桶去应对 妮可 然后上路的话 让319过得更舒服一些 嗯 主要前面如果让石头人 这种三级的时候点两级Q 然后带个会心 追着那个纳尔去Q 其实纳尔有点扛不住的 很舒服的是慢慢的空线去打这个对线 就不用着急想要 哎 勾到了 刚说完 嗯 留不住人 是 但是打了半关血还不错 第一勾的手感不错 这样的话 其实会给到京东下路 说完组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最好想要知道自己没有逞 所以第一时间是选择拉掉这个耐心值 回过头来 草头里面拉了个E 刷了个盾 Q走 那这样的话 这个F6的位置 其实Harder一直压着Night在打啊 对 前期手长打手短啊 这样的话 369得过来看一眼了 但他也不太好看呀 这个血量不是很健康啊 啊 惩戒 我有惩你没惩 这没办法 打不过 打不过 梦魇三级的时候 应该是最强势的一波打野 嗯 1900左右的一个血量 卡拉比卡在这个位置 感觉是可以把这个龙给惩掉的 但是这样挤进来了 Zorah想先控这边的卡拉比 看一下卡拉比先是逞上了这个龙 但正面的话 Harder一套先不控住了两人 入了这个位置 交闪进龙开 但是还被支撑夜炮 现在一下A死了 支撑夜启动了 而且Night这个位置没有蓝 哇 这一波虽然拿到了龙 但是A要拿到两个人头啊 能吃到这个 哎呀 上路这边是没闪的 直接再撞一下 但是被踩头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没办法完成击杀 嗯 也快变大了 哦呦 再一个Q 但是有 下半军是个绿白刀啊 入了这一波战力应该很强 要遭遇了 两边打眼 先控制刀拉开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打起来都不想all in啊 这一会all in其实就很容易影响这条龙的归属 是的 都不敢轻急妄动 勾回来 勾了个Zorah 勾了卡拉比啊 勾卡拉比 卡拉比选择锁正面 锁这个位置等于把自己给卖了呀 而且旁边的话 Harder一套给了missing missing 这个时候交闪交大 这一波卡拉比一死 这个龙感觉al有机会拿下呀 夹子 然后这个 前回来又勾回来了 Zorah 勾错命啊 而且这波好像尺子的闪还交了 之后再被勾回来的 京东只能去进攻上半区了 但朱德章这个位置的话 自己得小心点啊 369马上这个视频框档就好了 朱德章这个位置有闪交易 正面有TP救 但是TP的话是个2打3 正面的话想先动 马打哈的直接大大起来了 三个人 这个包括九董炸了一下 但是远处的超级死人飞来 直接正面取走了 这边九董的人头 一换一啊 这一波 魏要来了 还是要找出多张 下半区在动手 找的是耐他 定住以后杀赢能够不 哦呦闪现躲翼 这波哈的反应好快 原地的 哇这波 还有此生飞的 哈德的操作有点帅啊 有点帅 他只要不被哈德大到 其实问题都不太大 看一下这波哈德的操作 第一视角 异性能 Q拉扯一下 然后直接 交W 交啊 闪现躲翼 算得明明白白 然后再结QE 画面转回来 这边又打起哈德 大招再次命中卡拉比 倒地的哈德可能要死 但是另一边的 奈特也被换掉 一换二的一波月塔 不带伤害的这个问题 又来了 这次是AO的先发之人 呃 一波 闪现进来 扣两个 但是没扣到尺子 只修一激动 呃 这一波尺地也倒了尺子 很努力地输出 那之后伤害不够 但是只修一 明镜收敏 兄弟们够了 瞎不远 但说实话 在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下 他可以考虑不出复活脚 嗯 把输出拉满是最好的 SORA的勾子啊 又一次建功了 盲死 呃 点了一个假眼 刚插了一个假眼 那一瞬间 Q啊 哇 锁接撞 打掉了一个前排 但是Harder再次进来 控两个 主要把明竹控到的时候 小浩先 先飞明竹再接近尺子 嗯 纯王尺寒 哎 左下角又动起来了 梦魇先发这人 找到卡纳贝 但369黏住了Harder啊 来自 耐克的GP 小浩会死吗 小雪的 大招 飞后排 闪现拉开 好 非常有创造力的 淘汰 又要死了 大龙 还把Harder 炸进去 扁大了一巴 那胡杂了两个人 跟上这个残结到侧 哇 两边中单的完美配合 大龙 尽在支持 来来来看一下这波 这波有点意思的 主要小豪这个 小豪这个操作太精妙了 主要他现在装备太好 啊 虽然都是13级 但两件套追着这个卡纳贝达 先打一个闪 然后后面有包夹 正面四打二的情况下 四人围堵小浩 关灯飞后排 明竹直接叫闪 然后这会儿看一下 金身躲完 永双控了一下 一勾 然后结果 爆炸球头 给Harder送进去了 我的天哪 Harder还有金身规避 我的天哪 这一幕我想起来 那个之前好像死 是骚本吧 那个瞎子 这样的话中路在推 这个位置 金东得想办法去开着才行 主要是得看 金东的终于也能不能找到个机会 一勾 又勾中了 ZORA这把空过勾子吗 好家伙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被Q到了 交了一个金身 没有闪的 这不重要可能要死了 哎呀把自己勾没了 上半局 朱德章要突破了 一为一 但是能走波 这个位置要被包了 朱德章选择说 兄弟 绕一圈 绕一圈 这个水晶我点掉 哎没点掉 点呗 那干脆点掉呗 朱德章 呃变不大了 但小兵感觉能喷掉 炮车查一下 喷不掉 带双招的 看尺子能不能去操作一下 主要这波是给金东一波 喘息之机 ZORA可能要被蹲到了 ZORA可能又要死了 这个传送门 有的时候就是害人 但AL这边看看他们的一个处理啊 主要那马上变小了 正面打也没有那么好打 我感觉AL这边确实是可以放这个 这高低不要啦 金东 呃 加给了 但是这边 Night又被留住了 但是这边的话 伤害够不够 勾回来给W 就差一丝夹子一破 Night又走了 啊 真就加给了 但确实对于金东来说 你哪怕九筒去防也防不住啊 没办法 闪现勾 哎闪现一撞 撞到500两个 有还不错 Z中一这个地方被锁了 闪现回来 看小号 接关灯去保他 四个人都在保Z中一 一个人单切切不死啊 在家的话 之后一保Z中 但这边的尺子也开始A了起来 开起跑往前走 住得到这个位置 被绿枪挂了一个印记 狗风向前回月城 闪现 拉开了 最后他伤害不够啊 尺子 有人在买过 酒桶下去看了一眼 他的这个位置想开了 开到尺子了 尺子没进 哎 红刀回了一口 而且这边密层妈妈解了空 在这边的话 看一下 两边先做了一个重大 对外装 这个位置小号也要倒了 尺子应该能拿到这个900块钱 回家啊 金东 一个人防不住吧 369一个人 卡拉比下来去拦 有队友回家 这个位置看一下 这边朱德章还在拆 还在拆 再两下就有机会 但是A不出来 再拍一下 1 再Q 再一下 朱德章给他拆掉了 你感谢 AL Aliwan's Legend 哇 这把比赛没想到 太夸张了 根本没有人能想到 这把比赛没想到 了 这把比赛没想到 这把比赛没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